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毕竟是做很特别的生意 做低压配电箱的嘛 所以那个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一定有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 我本身认为其实我们还在成功的路上 那么我本身呢就觉得说成功 这个成功这个字可能离我们还有一点距离 那么基本上呢 如果要具备企业成功的条件呢 我本身还是觉得说 基本上还需要就是这个 有几点 对对我来说是有四点的 那么这四点呢 一个就是果断的决策 那么行动 毅力和突破 OK 果断 毅力 还有突破 对 嗯 明白 那么你既然还在这个成功的路上 你觉得这条路 你要走到哪一边 才算成功 你的未来的这个方向 当然成功是没有一定的定义 那么很多人对成功的定义 就是说赚到钱啊 或者是成功来说 是可能达到某一定的高点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 路还很长 那么还要走的东西 还要学的东西 还要看的 甚至还要再进步的东西都很多 嗯 好 那么我们就希望说 这个FUJI SMB Brighton 能够继续的 在这个成功的路上去 走走看看 探索更多的前沿的技术 我们再次恭喜Dr.JV 谢谢你 谢谢